今天带给大家一部我真的什么都敢做的电影 花蛮故事 影片由五个小故事组成 小丽很幸运的获得了一张旅行的机票 在登机后认识了一位很绅士的男士 两个人在交谈中发现 他们竟然都认识小强 偷听他们谈话的某乘客也表示 我也认识小强 紧接着第三个第四个 直到飞机里面所有人都确认过认识小强之后 大家都慌了 因为大家都对小强有过侮辱的行为或者是言语 而空姐告诉他们 这架飞机的机长就是小强 大家敲门希望小强能够从驾驶室出来和大家谈谈 但是小强并没有出来 而是驾驶飞机一头撞向一家院落 在这个院子里 对小强不好的父母正在乘凉 我要杀死所有对我不好的人 不是开玩笑的哦 小花是一个餐厅的服务员 这天她接待了一位客人 这位客人竟然是曾经紧接逼死自己的母亲 害自己家破人亡的小胖 小花非常的痛苦 她想要报复小胖 但却没有勇气 小花在厨师大娘的怂恿下 犹豫着要不要下药 即使下了药随后也想提醒小胖里面有毒 厨师大娘提着一把菜刀 干净利索地解决了小胖 看似普通的厨师大妈 却有着非常特别的三观 她竟然认为 监狱里面比在外面生活好得多 为了进监狱 我什么都敢做 小明开车行驶在荒芜的公路上 前面小庄的车却故意挡着自己 于是小明在超车之后 向小庄比了一个侮辱的手势 然后开着豪车飞驰而去 悲剧的是 不一会儿自己的好吃轮子坏了 在换轮子的时候 小庄赶了上来 对小明是一顿侮辱 小明在小庄侮辱完准备离开的时候 又报复了小庄 甚至想要撞死小庄 然后两人互相搏斗 最终在汽车的爆炸中 同归于尽 有意思的是 两个人的遗害抱在一起 就像殉情一样 开车不要惹我 我什么都敢做的 爆破专家 小亮的车子 因为停在没有违规停车标识的地方 被车管局拖走 在去车的时候 小亮表示 这是你们的错 因为没有违规停车的标识 但工作人员不管 反正不交罚款 就不让你开走车 小亮因为这件事 错过了女儿的生日 随后 因为小亮的这种性格 妻子也和小亮离婚 工作也丢失了 气氛的小亮选择了报复 他爆破了车管局 结果 这件事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称赞踏实 和不工作斗争的勇士 家庭与工作 又重新回来了 富二代小丁 酒家撞死了孕妇 父亲为了给小丁开罪 准备让园丁做替罪羊 自然律师表示 自己会处理这些 父亲表示 会给园丁一笔钱 律师表示 自己也要一部分 随后到来的警察 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表示自己也要一部分 此时园丁左思右想 决定坐地起嫁 再要一栋别墅 富豪终于忍受不了 这些人的贪婪 和儿子去自首 律师等人最终放弃了提嫁 园丁在出去之后 被受害家属 拿斧头砍死 小童在婚礼上 父亲的找一个厨子 不可描述 小兵找上来的时候 看到了这一切 小童甚至表示 自己会和小兵结婚 然后找无数个男人 给小兵戴绿帽子 随后小童回到婚礼上 继续嗨 小兵则发疯了一样 然而经过一番争吵和冷静之后 小童和小兵 又和好如初 当着宾客的命 不可描述起来 几个故事都是非常的荒谬 但细细想来 却真的又有可能发生